谨慈之道义 无凶如始至朝 则无疑于三统之礼仪 言之不尽 唯望其余颜外 人无文主义于宗教者 无论肯定的文教 并非于义士始终增加于宗教 与其成宗教增转常 来自面对国家之艰难 生命之辛苦 以为国家的根本 中国现在已无所有 自压变战争以来 即开始被敲打 直至今日之共感 以其唯物论 最曾彻底之毁灭 四千年累积之业绩与建构 一切皆产平 无人坎然承认 并并接受此一无所有 为地无所有 使能拨离物而建青天 而无华主之文化生命 到反应而更处境而终于成都已 此力如宗教宠言 为放弃一切 使能归逼上帝 为全体放下 使能整体成路 业绩倒汰 而文化生命 取取与余活 无人现在 亦无业绩可视 亦无业绩可看 为正视此文化生命而异而 无人以正视西方所首先出现之 科学与音族 无人以正视其作为文化生命之基督教 然无人所与世人不同 而恶告不愧与自皇帝 来自列祖列宗者 无人绝不以示西人 所以出现之科学 以亲自自己之文化生命而抹杀之 并绝不以示西人 所以出现之民主 而与自己之文化生命为敌 并绝不以示 比达宗教 而亦无仲教的教义 无人所不如实贤者 即在无人并无现成之事案 是以不如实贤之养养之德 而常畅茫其苦力 无人所不自量力者 遗志述到中西文化生命中 而引发科学与民主 成立人文教以为立国之根本 取见不同意实贤 古道多方之遗难 而然是世之 世间明有现成之便宜得之 讨取乎 大其心量 放开眼界 当自区区之地 不胜长命远 专失败复 尽其实证 为学与为人 怎么一样的情形 可以算一个真人呢 我还可以举一个典型的力 就是以孔夫子做代表 孔夫子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福气 我也不是个圣人 我也不敢输出一个人者的人者 多胜于人者无其感 我只是一个学而无厌 毁人无倦 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学而无厌 毁人无倦 是我们当下就可以做 随时可以做 而且要永远地做下去 这样一个学而无厌 毁人无倦的人 就是一个真人 这一种真人 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没有一个现成的圣人 摆在那里 也没有一个人 敢自觉的以为 我就是一个圣人 不要说装作圣人的样子 结果便是圣人了 人若以圣字居居 便已不是圣人 圣人或者是真人 实在实在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这个永恒的过程 你显示出来 透视出来 耶稣说 你们都向往天国 天国不在这里 也不在那里 在你们的心中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这样说天国的时候 最实在是一种真人 但我们平常说 死后上天国 这样那个天国便摆在一个 一定的空间区域里面 这便不是一种真人 这是一种抽象 把天国抽象化 固定在一个区域里面去 关于真人 圣人 一复如此 孔子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 实在学而不厌任 毁人不见 这个不断的永恒的过程 里面显示出来 真人 圣人 不是一个结极的点 摆在那里 与我的真实生命不相干 真人 圣人 是要收归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上来 在永恒的过程里显示 这样 是把那个结极的点拆开 平放下 就天国说 是把那个固定在一个空间区域里面的天国拆开 平放下 放在每一个人的真实生命里面 当下就可以表现 就可以受用的 你今天能够真正做一个学而不厌 毁人不见的人 眼前你就可以透视出 那种真人的境界来 永恒的如此 你到老也是如此 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真人 圣人的境界 实在不断地行事 不断地完成的 而且是属于这个学而不厌 毁人不见的过程 谁将传道 没有一个不顾的限制的 向先师 谋公 松山先生 及师母 行三举功 一举功 再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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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鞠躬 三鞠躬 里城 一个碧 moral 两鞠躬